你特别害怕分离这两个字 谁不害怕 我们不是说不在乎分离 我们是不害怕分离 因为我们有一件比分离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自尊独立 如果要用我们的自尊和独立 来去换取苟且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宁肯不要 那是不是我能理解成更爱自己吗 因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是不值得别人去爱的 我只能说您说的对 专家说了这么多了 而且都是人家就有过这么多经验的 总结出来的东西 我希望你真的能听进去 因为平时也在跟你说 但是你好像是听不进去 妈妈和爸爸都是这样 都希望你赶紧地走出来 重新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真的不希望你这样 其实姑娘 我是觉得可能老师们今天说的话 特别地多 让你一下子全部都理解 是有困难的 但是大家的话会让你有所启发吗 会 会 比如说会有些什么样的感觉呢 有一些指引和指点 包括可能稍微明朗一些 那现在你能接受他跟你分手这件事吗 会慢慢接受的 我也相信你能够非常快地 从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 你有信心吗 有 有信心对吗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我是真的 我听你这回答 我还真的挺欣慰的 给你点掌声吧 好吗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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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